画画123 绘画理论1.5 色轮是什么? 色轮 一种颜色的显示方式 是最常用的美术教学工具 彩虹 是自然现象 是大自然的颜色显示方式 可见光谱 是彩虹的横切面 也是一种显示方式 一光的频率排列 高频光在左 低频光在右 将可见光谱的两端 向下弯曲 就形成色轮 色轮是很好的美术教学工具 检视颜色的特质 必须使用可见光谱 红、黄、蓝都是主要颜色 无法用调色得到 黄色与红色是相邻颜色 可以调出中间色 中间色有黄橘色 橘色与红橘色 黄色与蓝色是相邻颜色 可以调出中间色 中间色有黄绿色 绿色与蓝绿色 紫色在最左侧 红色在最右侧 不是相邻颜色 红紫色 不是中间色 是复合色 紫色在最左侧 可以调色得到吗 请看下一个单元 欢迎大家看影片 学画画 享受画画的乐趣 请看下一个单元